各位大家好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晚上 这个开放政府工作坊的讲座 那今天就是早上的时候 就是有另外一场比较 比较操作细节的开放政府的这个讲座 那今天晚上是跟社群大家交流 那很高兴今天这个 唐凤唐正伟抽孔从行政院过来一趟 跟我们开场 那我们就先欢迎唐凤唐正伟 来跟我们讲进去 喂喂喂 要靠很近 好像反正1.5公尺之内没有人 先拿下来再说 OK 很高兴可以来这边 然后我们办公室同仁 又写了很棒的讲稿给我 但是因为就是今天早上 有发生突发事件 就是在国发会办的另外一个场子 苏贞昌院长跑去预奖 然后自己就即兴地 讲了一套他认为开放政府是什么 然后就跑到他的推特上面 然后很快可能他脸书上面也有等等 那所以我想说跟这一个是蛮切题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说 他的那种影片都很短 这个只有一分41秒 所以看一下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 我就放一下 古照一天只有188万片 我们就有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下令不准出口 还要被骂五万 我们不但一万面子加强 古照生产短短的两个月内 我们已经从188万片 成长到两千万片 政府API整个窜街民间键盘货的高手 我们已经有在APP上面造地图 不但方便而且不通效 所以政府决策要正确 我们要来自于资讯环 如果心什么的我也不敢通 这个绝对最好 来鼓励派客来攻击看看 来如果攻击成功还有奖金 那么多儿子可以感知与人士 不敢自于人士 不敢自于人士 现在是利用科技的滑达 观念无形的感觉 抱歉 反共也许 有这种一些谦卑的吸收 整理 我们感谢我们也许 这才是我们的政典器官 该影响太多台湾人 人民期待我们的总统 希望台湾最小 确实最美最好 谢谢大家 好 感谢这个苏研厂的勉励 今天当然不只是国发会的场子 也是OCF办的场子 所以我们就来直求对决一下 OCF之前有发起一个联署 那个联署因为身份的关系 没有办法参加 但是我想刚刚院长 已经在影片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他讲了两次 他讲叫做不敢自以为是 这六个字就是我觉得开放政府 从政府这一段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敢自以为是 所以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做法 那你行你来嘛 我们开门造句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是说 第一个 从头到尾你要全职本 那是OK的 内政部已经有一个法规 在那边说你要全职本 你甚至要把后面的季度 用不透明贴纸贴掉 这个都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全职本的flow已经留着了 那这个户籍法的那个随身携带 本来就从来没有执行过 内政部也不会去执行它 这个组织法我们已经写完了 但实地法院现在没有办法审法案 所以等到你发现哪一天可以审法案的时候 写完下个礼拜了 我们会把这个各自保护监督机关的这个组织法送过去 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也讲了 所以如果它是跑在你自己的电脑上的话 那原始码本来就应该开放给你自己看了 那所以就是所谓accountability 就是要给出交代 那上面是给出交代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念稿子的部分 那非常高兴听有各行各业伙伴 不管是到线上这个直播来看 或者是现场参与这个工作坊 我们知道OGP就是强调工部门 要跟民间来一起协同合作 那政府部门除了我们对自己的业务 不尽责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说明 要参与在公共政府的事务当中 这样子才是真正所谓的伙伴关系 就是任何一边都不是自以为是 那所以谢谢大家踊跃参与 那去年我在OGP的加拿大全球峰会上面 我们代表行政院 不敢代表立法院 立法院有另外一群人 我们宣誓说我们比照国际组织标准 自主提起国家的行动方案 就是我们的NAP 当然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正式 以会员国的身份再加入OGP 这个很快就会改变 那但是就是到底多快会改变 也要看过两天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就是说虽然目前没有办法正式加入OGP 但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我们用OGP的那个model 我们去翻译了就是所有相关的这些文件 然后我们提出了12项承诺方案 MSF 然后又在Join平台上面又追加了六项 然后最后到大的MSF开的时候 又追加了一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12加6加1 不知道还会加多少 但是希望就是暂时了 12加6加1的那么多的承诺方案 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有22个承诺事项就出现了 那今年8月 我们就行政院核定了 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推动小组 那这个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从祖先上院长上台以来 他从来没有核定过什么小组 所以这个是他就是在核定的这个小组里面 他等于就是自己认为说 开放政府的行动方案是等于可以表示 他的这个院长的任期的一个巨额标志性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就开了一次大的MSF 那工部门跟民间的委员各办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委员是基数人 所以到底要怎么各办呢 所以就是我算0.5 0.5这样子的情况是各办了 就是说我们在工部门这边 由这个国发会主委召集 那在民间部门这边 由彭清明委员召集 那我就是绝对不会投票的中间的那个主持人 算数一半公共部门跟一半民间了 那在MSF里面我们是对于程序面的讨论 那林子伦老师也答应说 在环境基本法里面有提到说得参与了 但是没有说必须要参与的那一条 他会帮环保署就是写一个承诺事项 那所以现在变成23个承诺事项 所以这种民间委员主动认领 我觉得就是OGP强调公司部门这个私事措施 待会改一下那个的协力机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所以我想今天就是由长期关系开放政府 而且会自己发动联署的OCF王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来主办这个工作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就是说这不是只是说 好像公部门要办一个活动 然后民间来办 相反的是民间对公部门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要求 然后我们来一起想办法怎么样去做到 所以也不是大家自己闭门造局 然后也不是只是单纯的倡议 而且有一个互相交流跟合作的机会 刚刚那个措字应该已经修好了 这就是一个公司部门协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最后就是说 像刚刚大家看了这个短片 其实防疫有成被世界看到 这是为服务部会高效率运作 但是更重要的是社群协力 那社群协力这个口罩地图 有参加过的人都知道 第一个礼拜事实际上 省了一半钥匙的时间 然后浪费了另外一半钥匙的时间 这个经过的人都知道的 但是我们就不断地去跟钥匙合作 从发号码牌 然后认识说 卖口罩时间跟拿口罩时间可以分开 到按一个键可以消失在口罩地图上 我们的schema不断不断地调整 每次任何人在从江明宗的那个feedback phone里面 打一大堆惊叹号 这个骂 这个就是我们指挥中心的时候 我们指挥中心都会出来说 那我们下个礼拜四一定改 下个礼拜四一定改 那经过好几个礼拜四之后 最后就真的是改到一个 真的有省到大家力气的情况 那我想我们的OGPNNP 大概也是一样 就是大家只要互相信任互助合作 每个礼拜四 不一定要礼拜四 但总之就是每个礼拜来改一下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协作 其实是台湾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我们在不管是防这个心灵的病毒 就是economic假讯息的危害 或者是身体的病毒 pandemic肺炎 我们大概都是采取一个态度 就是说尽可能地去相信民间部门 然后在民间部门想出各种各样的创新 就算是看起来离境叛道 就算是看起来不科学 好比像说用口罩消毒 就是用电过消毒口罩 而且还不能加水之类的 这种看起来就很不科学 但是事实上一实验发现很科学 的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会尽可能地去让大家 能够include进来 就是本来觉得说 因为他的身份 或者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参与的经验 因为他不习惯公布门的语言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无论如何没有被涵容进来 他在权力上面有一个 我们叫epistemic injustice 认知论上面的一个不对等 不正义的情况下 我们尽可能地去 不是只是说 好像我们现在在场的这些朋友 然后也是透过直播 透过未来的转译 让更多的朋友只要觉得说 NAP跟他有关系 然后我们只要 他觉得跟他有关系 我们就想办法 让NAP跟他有关系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谢谢大家 好 感谢 QA吗 7分钟 对 那大家有对 郑伟有什么疑问 可以提出来QA的 对 对 他们可以 如果不好意思 现场举手发文 可以直接上这个slido.com 然後打入這個2020-o-g-l-e-c-t-y 然後就可以投影 或者是掃QR Code在現場的牆壁上 對都有QR Code 然後可以直接在上面問問題 或者最簡單的是可以現場舉手發言 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 好 就是那個 因為之前其實在那個唐政委的 在擔任數位政委之後 其實已經有了那個PO制度 就開放政府聯絡人 那從PO制度 現在成為這樣 感覺OGP比較正式 不知道你覺得是中間的差別 或者是你對這樣子的體制的轉換 有什麼想法或期望 是 剛好Slido也有問說 這個跟PO會不會有疊床架屋的問題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說房子不會蓋在床上 所以應該是沒有疊床架屋的問題 Po是一套全橫向的系統 也就是說我們在PITES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我們絕對不會 對其他首長下命令 但是他們對我們下命令 我們也就參考而已 所以是一個就是比較橫向的一個關係 那PITES裡面每一個成員 也都是自走… 也都是有非常有自己的主見 然後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來就是提出自己想要做的專案 然後去Lobby別人 去一起跳坑 這個跟G0V是完全一樣的文化 相信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對於PO之間 其實也是類似這個狀況 好比像說我們每個月 會開一次PO的約會 那今天才剛開過 那就一半的題目 是從就是Join平台 常常是連署案過來 那有一半的就是PO自己覺得說 有哪些其實很多都是以政府的公務員 作為主要利害關係人的這些案子 他們也會想要提 然後提了之後 他們也會想要用協作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既不是說我們去指定PO 一定要做什麼 也不是PO能夠要求PTC 一定要怎麼做 但是我們是確實累積了非常多 怎麼做的經驗 那他們也確實累積了很多 要做什麼的那種mandate 就是社會對他們的期望 或他們對自己的期望 所以這兩個是可以說是一拍即合 但是並沒有誰組誰從的問題 那NAP就不是這樣子了 NAP的情況是說 我們就是挑這麼22個也好 23個也好 各種各樣子的政務的這個程序 我們要在這些程序裡面 去實踐開放政府的精神 不是大家覺得值得做的 這個月來做兩個案子 三個案子來做看看 而是說就這麼多件事情 以後都要貫徹這樣子的方法做下去 於是這些PO在各個部門裡面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是一個 資深顧問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已經知道這樣做是怎麼做 只是他以前可能沒有被授權到 這一整套都要他來幫忙推動這樣子做 他也不一定真的會變成NAP的那個計畫 全部的最終的負責人或承辦人 但是我們可以預見的 就是在一開始PO會扮演很重要 這個種子的一個角色 大概這樣回答 好喔 好 那OK 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為什麼PO制度 台灣還是出了這麼多有爭議的議題 好比像說像EID 我想就是說社會部門的正當性 在台灣一向高過公部門的正當性 尤其有一些比較資深的一些 就是在解嚴以前 就已經存在的一些組織 我不是在收入CF 如果就是 如果是 就是他倡導什麼的話 那或者是出現一個什麼災情 地方政府說 就是我們有哪些沒有想到的地方 所以就是剛剛蘇貞昂院長講的 不敢自以為是六個字 它是建築在社會部門 真的可以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哪裡搞錯了 或者我們哪裡做得不好等等 那也就是為什麼有爭議 那如果沒有爭議的話 大家可以想想看是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就是沒有爭議的空間 也就是說有爭議 然後我們改 剛剛我就是四大訴求缺一不可 我每一個球都接下來了 那個就是說爭議 然後大家發現有共同價值 共同價值就是security trust 那大家要達到這個共同價值 我們本來有想到一些方法 這個想法顯然不怎樣 那大家覺得有更好的做法 好啊那就用你的方法 你行你來嘛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有爭議的題目 它是對話的一個開始吧 當然它也可以是對決的開始 但是我們沒有要往那個方向走 有爭議那就是對話的開始 那有五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這個蘇貞昌是不是真的會支持開放政府 為什麼拖了那麼久 你說他為什麼拖了那麼久 才當第二次院長嗎 那這個不是超過我可以回答的問題嗎 對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其實是整個社會氣氛 我們如果在當時就是林權老師來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來討論 非常具有爭議性的題目 而事實上當時也有一些 所以先先先列門有試著討論過 非常有爭議性的題目 那我們就發現說當時的社會氣氛 往對話這邊花的力氣 你可能花了十分 但是要引到對決那邊 它可能只要花一分的力氣 然後馬上那個議題就往對決那邊走了 事實上是這樣 但是經過就是幾次 不管是防疫也好 或者是假訊息危害的防治也好等等 那大家都發現說 用社會部門來促進民主 才真的是不要讓這個權力 集中到政府的這個方法 所以社會部門的正當性 尤其是透過對話達到共識的 這種社會部門的正當性 在最近一兩年變得非常的高 那是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看各國例子都是一樣 才能夠推我們這種強度的開放政府 那在當時就是四年前或五年前 你如果一下子就要推這種強度的開放政府 那那個議題一下子就被期劫掉了 就被hijack掉了 那所以並不是拖 就是說我們不斷在試滴水穿石 就是我們每一個月的題目都是各個PO投票 都是投到剛好不會爆炸 那或者是說不會讓大家爆肝 那就是在不爆炸又不爆肝 就是風險跟花的力氣 都能夠處理的情況下 盡量還是讓一些對話發生 那這樣累積了可能七八十案 每一案都沒有爆炸 雖然有幾案差一點爆炸 但是都沒有爆炸 那這樣子來堅定大家的信心 所以現在就是訴訟院長才可以來說 那我們不敢自以為是什麼事情都是 就是你行你來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可不可以用文本的方式公開在網路上 便於資訊查而言 追蹤沒有問題啊 我明天就要去立法院這個培訓 因為政委是不用上台備詢 所以我在立法院是很有時間的 我可以把它key到我的white slack上 沒有問題 那有四位朋友們問說 我會說要如何避免接下來MSF 變成像是開放資料諮詢小組一樣的 一種積勒的組織 其實開放資料諮詢小組在某些部會 並不是積勒組織 只有在某些部會是積勒組織 我就不要講哪些跟哪些部會 那至於哪些跟哪些部會 為什麼它有些變積勒組織 變成沒有積勒組織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開放資料這個訴求 它有沒有接到這個部會 它自己對自己的使命 也就是說它的實證報告 或者它的就是年度實證計劃 寫的那些東西 如果這個部會 它就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 然後你的開放資訊小組委員 一直告訴他說 開放資料就是要做資料經濟 那它就會變成積勒組織 反過來講 如果這個部會就是要促進經濟發展 然後你的開放資料資訊小組 一直在告訴他說 這個人民的公益啊什麼 就不能忘記正義啊什麼之類的 那它當然很敬重你 但是還是會變成積勒組織 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部會的開放資訊小組 還是要找到 跟那個部會的公務員 它的使命扣合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在那個部會發揮不開 因為你的使命跟它真的不太一樣 我們32個部會 總有一兩個部會 跟你的使命比較一樣的 可以考慮去那個部會 當開放資料資訊小組的一個委員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快問快答 那數位發展部會 會不會跟開放政府互相配合 是否是必須 當然是必須互相配合 因為每一個部會都必須跟開放政府的政策互相配合 EID是不是會開放指定紙本身份證的選項 我剛剛講的是說你拿了EID之後 把後面的機讀碼用不透明膠帶貼掉 或者你用麥克筆把它塗掉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去進行讀取 那如果有人要強迫讀取晶片 那個是違反內政部的那個條例的 而如果你要把在晶片裡面的資料 好比像說戶籍地址 想辦法提供給對方的話 你可以印一個類似戶籍彈本這樣的東西 而且對方不能拒絕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總是有一個純資本的一個使用方法 那最後就是EID有沒有機會用開放政府的方式討論 當然就是如果你有連署到5000人 或者是你說服某個部會的PO來提案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一定用協作會議的方式討論 那或者就是你如果想辦法把它弄到NAP的 就是某一個承諾式上裡面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討論 再不行的話 你也可以去找立法院那邊 那然後我想就是國發會還是有 就是政策制定跟管考的角色了 所以開放政府有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在國發會來進行 但是開放政府所依賴的這幾個平台 綜藝平台Data平台 確實未來可能是在數位專責機關來處理 那其他的就是法律擺在眼前 有需求的時候還是可以依法行政 為什麼不跑去立法院乾脆修法算了 你知道立法院現在並沒有在修法嗎 立法院的院會是沒有在開的 那所以這已經不是我能夠回答的範圍的問題了 那所以具體來說 接下來兩年政府會做怎麼樣的規劃 那個就是對每一個承諾事項 他們會去開一個工作層級的會議 那個層級的會議會把 就是要具體承諾的東西去列出來 EID的政策是不是真的符合開放政府的精神 我EID有過非常多版本的政策 我們在每一個版本都試著把它更有參與跟涵容的部分 那今天我剛剛放這個影片 事實上也是已經賣了一大步了說真的 那國際上討論開放政府跟台灣有什麼不同 我覺得國際上很多是工具性的討論 但是在我們這邊是把它當核心價值討論 實在是就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有點立國之本的那種感覺 那教育改革來說 學習歷程檔案可不可以用開放資料來討論 當然可以用開放資料來討論 事實上這是最近有一個join的平台 他們有一個連署案 就是乾脆要廢除學習歷程檔案 回到紙本 它大概意思不是回到紙本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高中生的連署 我看到很多高中公民老師都已經 就是看到可能王宣如的例子 所以就鼓勵他的學生跑去中英平台提案 所以很快的這個教育部就會來回應 中英平台關於學習歷程的這個提案 那如果開放政府也可以讓基層公務員 更公開參與決策的話 那一定是比較好 確實是如此 但是很多以前權序相關的事情 我們都要等考試員的那個節奏 不過到今年開始 考試員跟我們的節奏對齊了 所以未來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就是怎麼樣讓政治人物 願意用開放政府來討論重要的社會議題 那就是要靠我們的NAP了 因為我們的NAP是相當於總統任期 所以基本上就跟總統任何其他的承諾一樣 就是在他卸任之前 他應該要做到什麼事情 那他背書了之後 這個就變成他的行政院的證件的一部分 以上回答到這邊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